南宋中国翻译刻印的《大藏经》完成 总共有七千多卷 那么现在再加上中国 古时候这些祖师大德的著作 都收藏在这一部丛书里面 现在中文《大藏经》 总共有三万多卷之多 如果我们要向学服这么多的典籍 都要去看 都要去研究 都要去学习 那就是寻之贼 这多麻烦 这要到哪一年我们才能入门 所以会学的人从根本学 这就重要了 我学佛五十年了 我讲经也讲了四十二年了 我在这一生当中总结佛法的精髓 二十个字 我们存心就实处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思对无 我们用什么心 佛在经教里面教给我们 用真诚心 真决定没有假了 诚则不虚 用真诚心 用清净心 清净决定没有污染 用平等心 平等就没有高下 用真决心 决定没有迷惑 用慈悲心 爱护一切众生 慈悲心里头 没有自私自利 我们要用这五种心 这五种心 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 大菩提心 如果用大菩提心来讲 很多人不好懂 照经典的语解讲 也很难懂 我这样说法呢 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慈悲 佛心 佛是用这个心的 对人对死对我 佛的行为是什么呢 行为我也用了十个字 看破放下 自在随缘念佛 中文字幕为止